Hello 大家好 我是嶺南大學籃球隊隊長李屋川 今集我會分享一下作為運動員 我自己會在比賽或練習之後 會吃什麼健康的食品去補充呢? 第一件事 做完運動之後 一定要補充流失的水份和蠟 但是詳細就不多說了 因為我們上集已經講過了 自己回去看吧 今集我們講一些未介紹過的 第一件事就是豆漿 由於豆漿就有豐富的蛋白質 可以幫助我自己在做完運動之後 補充肌肉 或者是令到我們增肌的效果 都有更加卷著的效用 另外在個人建議方面 我自己會建議是喝無糖的豆漿 因為這麼多糖分是對自己身體的好處都沒什麼 另外就是如果你覺得無糖很難喝的 那我就可以建議大家可能喝低糖的豆漿 令到口感會好一點 容易入口一點 第三件事要推介給大家 就是雞胸 那為什麼我會選雞胸呢? 一來它自己是現在會越來越多地方都可以買到 非常方便 另外呢 因為雞胸就是一個高蛋白低脂和低卡路里的食品 也可以幫助我們在運動之後做一個修復肌肉和增肌的效果 那所以我就將雞胸推薦給大家 好 那今集呢 就和大家分享了我比賽或者練習之後會吃和喝的東西 那總結這三集 那我也分享了很多食品和夜飲給大家 那這些呢 都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的 那如果你想要健康的話呢 就記住千萬不要只吃一種東西 要記住是均衡飲食 好 在這裡再見 拜拜